假设我现在我想要去画 各年 各年变化 我现在是不是就不能画出这张图 因为假设你现在 你真的想要去看说 高雄县它的 那个深蓝色的 深蓝色叫做一般收入总计 为什么会这么高 这个叫做 反正就是这个深蓝色 颜色特别高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会希望是用棉带 用时间来去观看 可是我们这里面 事实上是没有时间的 所以我就想要去加时间进去 好 所以呢 如何去创造统计日期 所以一常用 二转换资料 这没问题 一定就是去转换资料 我们做资料清理了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之前 有没有做过棉 没有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创造 一个统计日期 如何创造这个统计日期 我其实要创造 因为是日期 所以就是标准的日期格式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要创造是日期 而不是年 所以如何创造日期 这个单位 好 所以滑鼠右键 我先复制资料行 进入到Power Query编辑器 现在我们在Power Query编辑器 然后 第一 复制资料行 我不喜欢去破坏原始的资料 然后 接下来 把这个资料 把这个资料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年 当然会有2020 2019 2018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下底线 所以我是透过 透过这个地方 去把它分割开 所以 一样滑鼠右键 分割资料行 依分割符号 然后 然后它会自动选到这个 下底线 其实你这边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直接按确定就好了 因为我选择的是符号 这里面哪一个是符号 是不是就只有一个下底线 好 确定 然后这个是我全部都可以删掉的 可以吗 一样 我是用滑鼠右键 我都连续做三次 三个都是滑鼠右键的功能 第一个 我做的是 把它 只有它有时间 有年的资讯在这里 所以第一个 我用滑鼠右键 复制资料行 第二个 复制出来资料行 我就去做 拆分 就是叫 分割资料行 依分割符号 第三个 我做就是 以滑鼠右键的 移除 好 请你们动手做 这三个动作 接下来 我其实只要最后面那四个字 那我觉得 随便你看你要用什么方式 例如说你可以新增函数 写一个right指令 或者是我直接拿取代 取代 可是取代就请小心 我们要先取代零收入 再取代收入 否则你到时候会产生 那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好 滑鼠右键 取代值 零 收入 取代为什么都没有 确定 在座 取代值 一样都是滑鼠右键 然后请输入 收入 取代为什么都没有 确定 好 所以我们的 年产生了 请你们动手做 接下来我 其实只要最后面那四个字 那我觉得 随便你看你要用什么方式 例如说你可以新增函数 写一个right指令 或者是我直接拿取代 取代 可是取代就请小心 我们要先取代零收入 再取代收入 否则你到时候会产生 那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好 滑鼠右键 取代值 零 收入 取代为什么都没有 寻找零收入 取代为什么都没有 确定 在座 取代值 一样都是滑鼠右键 然后请输入 收入 取代为什么都没有 确定 好 所以我们的 年产生了 请你们动手做